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老司机刘薇 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代的索纳塔 其实第十代的索纳塔已经上市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大家对这台车也都是褒贬不一 但是唯有一个特点 大家对它的评价却是一致的 就是关于它这个前脸实在是太过个性 太过夸张了 最个性的地方就是这个灯的部分 几乎是一个平面在这个机盖上 所以说就显得非常的扁平 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它在侧面看的时候 整个车辆的线条会非常的柔美 但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放在正前脸上来看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看了 然后就是这个中网 这个中网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你看它的宽度几乎已经快到达了车宽的一个宽度 而且里边也都是一些非常锋利的线条 有一个非常大的绕流板 所以说它整个前脸的设计真的是相当的夸张 前脸的配置有一个前式的摄像头 这台车是带有360度全景影像的 旁边的灯组的部分也是一个LED的大灯 关于大灯有一个特点 就是关于它侧面窗户边上的镀铬线条 一直延伸到大灯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它也是一个日行灯的部分 它的日行灯等于是这个部分再加上底下这个部分非常的个性 侧面有几个信息点 第一个信息点就是在于它侧面的线条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柔美 包括它后边这个刘沛的设计 第二个点就是在于它侧面的侧裙 这个侧裙往外突出了大概有四五公分之多 同样运动的第三个点就是在于它的轮圈 19英寸枪灰跟银色双拼色的 轮胎部分使的是一个米其林浩越4的轮胎 这是一个舒适静音型轮胎 侧面的配置前排的V2进入 以及侧式的摄像头 整个车尾的设计也是相当的夸张 你能看到它有一个连贯式的尾灯 上面有一个小压尾 底下黑色的包围 包围底下是两个排气 那我们2.0T的车型是有这个真实的排气的 但是1.5T的车型是一个隐藏式的排气 这个车的车尾是一个溜背的造型 但是尾门并不是一个仙背的设计 如果要是把它做成一个仙背的尾门的话 它的实用性肯定会大幅的提升 然后我们打开后备箱 打开后备箱迎来一个问题 你按这个标它打不开 你按底下这些字母它也是打不开 我问了一下店里的销售 发现它在这H的上边这个镂空的位置 按一下然后它就打开了 然后这个尾门并不是电动的 打开之后开孔其实也并不小 后备箱的空间很大 是这个级别主流的一个水准 但是配置除了一个照明灯以外 什么也没有 我们打开地板 地板底下有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备胎周围有一些空间 你可以放一些零七八岁的小物品 然后关于后备箱有一个功能点 确实我个人表示非常的遗憾 它的后排座椅是放不倒的 根本就放不了一些大件的行李 比如说你的滑雪包 内饰的设计其实是近几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设计 首先正前方两个大连屏 这是像奔驰E级以及奔驰S级一样的设计 底下是一个微波炉样式的面板 再往底下看的是一个按键式的换档杆 基本上都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设计 上边的中间屏幕的位置 屏幕里边的功能性也都是OK的 但是里边并没有跟苹果手机相连的carplay 只有一个百度的car life 而且里边的空调控制区域 你基本上都得进入二级菜单才能操作 所以说这点是对于驾驶人员的不方便之处 关于它的配置 我们这台车是一个顶配的版本 所以说你能想象的配置基本上它都是有的 包括座椅通风 然后座椅记忆以及方向盘加热 而关于储物呢 这台车很有意思啊 首先它前面这个部分 是一个相对常规的一个储物空间 这部分呢里边是一个小的储物盒 然后呢你可以按这两个按键 打开两个杯架一大一小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杯架再往前一推 推完之后呢它变成一个更大的储物空间 很有意思很百变啊这个空间 后面呢复手箱 复手箱里边有一个USB 一个点烟器的电源 再加上前边有一个USB 一个无线充电 那整个前排呢一个无线充电 两个USB一个点烟器 对于整车用户来说 我觉得都已经够用了 何况是前排呢 那前排的座椅呢各项支撑不错 而且呢座椅很柔软 所以说整个前排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前排我的驾驶桌子 我的身高是1米7 腿部空间呢大概还有2,04指的空间 腿部空间很大啊 头部空间呢因为受到这个溜背的造型影响啊 它的头部空间相对来说有些局促 但是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说还挺好 对于更高的用户来说就可能并不是那么友好了 那这个坐垫呢非常的柔软 而且呢靠背也是陷进去的 它的坐垫对腿部的承托也很好啊 我们打开中央扶手 打开之后呢就会发现它的扶手非常的富贵啊 里边呢有多媒体的控制按键 还有后排的座椅加热按钮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杯架 缓缓弹出非常的有高级感啊 地板有一些鼓包 但是呢这个鼓包比较宽也比较长 所以说你两只脚是放上去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后排只有一个USB的接口 这就是它后排的一个表现 已经得到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动力呢我们这台顶配的车型使用的是一个2.0T的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8AT的变速箱 最大马力呢是240马力 最大扭矩是353牛米 对于这台车来说已经是蛮够用的一个状态了 那除了这套动力总成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套动力总成 1.5T加7速双离合的动力总成 那它的最大马力呢是170马力 最大扭矩是253牛米 对于这台车来说应该也是够用的一个状态 那最后推荐部分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它的最顶配的车型 那因为它的最顶配车型并没有比其他几个车型贵出好多好多 那现在呢这台车上市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它并没有什么优惠 但是如果您耐心等一等的话 那这台车的优惠我觉得应该还会非常的感人 那么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每天一款失败车 我是RV 我们下期再见